花蓮玉星橋新建工程坍塌 公路被震裂 周三凌晨地震前台有感 中央气象局地震侧报中心主任 陈国昌表示 规模6.6地震 是继921大地震后 排名第五大的地震 也是今年最大的地震 这个地震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54个余震 比较小一点的余震 我们就都没有定 如果看联想 比较小的余震 3.6以下的余震 如果也一起定的话 恐怕会破150个 花冬在游赶 整晚都在摇 索性到周三上午 尚未传出有伤亡 陈国昌说 这次比2018年 酿死伤的花蓮6.2地震还大 但花蓮0206地震主因 是因为米伦断层错动 造成灾情 幸好这次地震震央 并非在人口稠密区域 中小型的余震 我想持续个一两个月 一年之后 有一个中型余震发生 我们也不会惊讶 三天内 还有可能有出现 规模5以上的余震 而凌晨发布地震 国家级警报 有约长达15秒的预警时间 沈国昌说 手机预警警报 气象局不断从过去错误中 修正参数 提升预警能力 新谈人也看电视 黄亮剪 曾新敏 台湾台笔报导 这个引发的阻振并不大 有约长达15秒的预警 有约长达15秒的预警 有约长达15秒的预警